大家好 我們是 吳堅勤 節目即將開始了 你訂閱了嗎 也別忘記 開啟小鈴鐺喔 獨家 最新單元吳堅勤的 五四三十一月二號即將登場 撐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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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堅勤 小心 去到前面門 好 好 不是我 我是下一個 是你啦 我是下一個 是你 是我啊 是我啊 接你啊 Bye Bye 收工 撐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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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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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沒有 為什麼沒有A 就是沒有 就是沒有 中間 可以沒有2 可是不能沒有1 放心 我們都把你們放在 心裡 愛してる 好 照顧可以說 但是也沒辦法 誰叫我們五堅情 我新單元的叫做 什麼是五堅情的五四三 是不是有80度的 來 五堅情的五四三 那是只要我們五個人在一起 做什麼五四三的東西 就叫做五堅情的五四三 那就是包含大家是做的嗎 沒錯 但你說的一半而已 不過這個單元的第一發 就是五堅情去飯店 開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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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去開房間 大家一定要鎖定11月2號好不好 而且那一次整集都在開房間 沒錯 大家敬請期待 11月2號的 五堅情的五四三 沒錯 五堅情的五四三 即將在11月2號晚上8點 8點好不好 大首播囉 沒錯 真的是大尺度了 因為剛剛有很多 有一個圖片 有一個圖片 相信大家有看到一個小小的預告 我們已經有放上去 當然通通一點點 盡情鎖定就對了 而且另外要宣布一個 我們五堅情的五四三 有一個正畫活動 是那個畫喔 美術館的那個畫 因為我們在五堅情的五四三 我們在一個小單元裡面 我們有做畫 我們五個人合體做了一張畫 這麼大一幅喔 對 差不多 好不好 很有藝術 我們要抽出來 讓那個粉絲得到 怎麼得呢 只要你回答節目內容的相關問題 答案就在影片中 借我記得獲得 五堅情親手的巨型畫作 詳細的活動辦法 都可以在娛樂百分百的 IG FB YouTube上面都會PO文 所以要得到畫的就是 鎖定娛樂百分百的官方的平台 就可以知道看到題目 然後就可以回答問題囉 那個畫真的好不好 就有機會獲得我們五個人的藝術 那一幅畫真的很有藝術氣 全世界就那一幅 艾拉秀 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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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好久不見 感覺精神很好欸 很好啊 因為艾拉秀 艾拉秀現在目前的進度怎麼樣 現在其實都在排練的過程當中 然後 也有 錄製新歌的過程 是是是 最近還有單曲一直釋出 但是艾拉秀大家都在問說 是演唱會嗎 要不要解釋一下 其實它是一個不只是演唱會的演唱會 它前面有脫口秀的部分 有脫口秀 然後也有音樂劇 音樂劇 綜合全部綜合在一起 對 然後後面還有演唱會的內容 哇 你怎麼會願意做這樣的 因為感覺這樣光想就很累欸 因為我覺得人生太無趣了 所以我這樣 要多做些才是 孩子都生了 孩子都生了 我覺得有點無聊了 我想說我還能做些什麼呢 所以我就決定把自己逼死 好拚喔 很累欸 因為是巡迴嘛 一個人要拚兩個小時 如果那個那種 應該比舞台劇還更難 因為一個環節錯了 應該是環環相扣的 對 而且只有我一個人 所以就會壓力比較大 但是現在都有 有在on schedule 然後而且都是一切都上了軌道 然後我覺得是蠻期待的 因為它真的是很 有別於你一般印象中的演唱會 因為它會有很多的精神 印象中好像目前台灣好像沒有人 沒有人這樣辦過這樣子的 應該說放眼望去花人圈 沒有人敢做 就只有你了 所以我就是活膩了啊 不想活啊 反氣逼死啊 不能不說你最近那個 試出來的新歌 那個人生不能沒有副歌 你裡面有一個很特殊的唱腔欸 對 其實我在聽到的時候 你在錄音室有沒有錄到笑場 還是怎樣的 還是就一氣呵成 其實那時候本來是沒有要這麼唱的 是喔 本來是正經的嗎 對 然後後來就是我們跟製作人討論 然後還有我們寫詞的那個 李卓雄先生老師 他就建議說 你們要不要試試看這個 我想說好像也蠻好玩的 因為他叫我嘗試用唐老鴨的聲音去做 然後我想說完蛋了 我小時候看的都是小叮噹 完蛋了 不知道唐老鴨 不知道唐老鴨 小時候看唐老鴨 但是我還是做了這樣 然後你就想像自己是曾志偉 然後就 然後就 這樣子 其實效果出乎意料的有趣 對 因為那首歌就很有興趣張力 一切很合理 那我覺得大家也很好奇 就是會不會有加冰的部分 加冰喔 因為好姐妹一定會到場 一定會有 加冰的話可能要加五塊錢 沒有 好爛的感覺 好爛喔 加烈乳 加烈乳好爛啦 OMG 因為一個人參場一定很辛苦 沒有想到要找別的 其實我們這個節目的設計很特別 你要有嘉賓也可以 沒有嘉賓 老娘我也撐得住 你也撐得住 以我的設計 我們節目的設計的那個內容 其實就算沒有嘉賓也是精彩的 很期待耶 講很滿 很自信耶 好啦你們五間旗要不要來一下 可以 可以 你是嘴軟 你是嘴軟 怎麼了 為什麼馬上會答應 可是我們已經排好了 下一次 下一個巡迴 把我們加進去 如果有要去高雄場的話 我就邀你們來 好 好 這錄影成功 Live Live Live是Live的喔 五間旗 而且因為禁寶也很喜歡那個 對 貼緊閉眼 真的 我是為了禁寶要你們來的 可以 可以 去 可以 那因為之前還會帶禁寶去還到什麼 會不會因為艾拉秀的太忙 比較沒有時間陪禁寶 有 你講到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身為父母的我 對 如果突然一個很密集陪她這樣玩樂 然後你又突然很忙不能陪她的時候 你要先跟她講好 她會聽好 她真的聽得懂 我就跟她說 禁寶媽媽接下來要排練艾拉秀會很忙 然後媽媽大部分的時間都會在工作 然後可是媽媽工作的時候都會很想你 然後你不用擔心 等媽媽忙完的時候就會繼續帶你出去玩 那會有一些補償嗎 物質上的補償 不會 她不需要物質上的補償 不會喔 她只要我的愛河陪伴 真的 我跟你講小孩子其實真的是這樣 好乖喔 對 你都賞她兩口冰淇淋 我以為賞她兩口冰淇淋 還是有啦 還是有啦 還是有一些冰淇淋 那我還是個人想問一個 就是她有沒有可能出現在艾拉秀 她 對啊 她一定會來現場 因為她媽媽有沒有下一場 我自己也不知道啊 會啦 她不不來 而且這是我人心難得的一個個人的大型的演出 她會來見證她媽媽這時候 此時不見證更待何時 你都沒有想要讓她一起上台表演一個嗎 她至少會在台下看 然後如果她要不要上台 就看她個人意願 你說她臨時這樣衝上台OK喔 如果她真的很想上來的話 我就會讓她上來 看她狀況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艾拉秀我覺得 會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東西出現 來 最後請艾拉姐 好好宣傳一下艾拉秀 艾拉秀呢就在十二 十一月 十一月 十一月十四 十一月十四跟十五 時間不一樣喔 禮拜六的晚上是七點半 然後禮拜天為了方便 讓大家可以坐車回家 所以下午四點就開演了 貼心 然後地點就在台北流行音樂中心 台北流行音樂中心 因為那邊交通也非常的便利 好不好歡迎大家 那個線上拓圓售票系統 買票然後來看秀 對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支持 艾拉姐的艾拉秀 然後還有這個 這是什麼 這是我的面具 對我們這次的設計 為什麼有這個設計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不同面向的我 這是每個人都有嗎 對每個人都有 然後也希望就是每個人來看秀的人 都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你的人生 好的好的 謝謝艾拉姐 謝謝你們 希望大家一定要支持艾拉秀 好的 明天一樣是直播 反正我們來幫豐澤慶生囉 生日快樂 跟任嘉勳的 刺激 拜拜 這支影片已經結束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麻煩在下方幫我們按個喜歡 還沒訂閱的朋友們 記得在下面按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別忘記追蹤我們的Facebook還有IH囉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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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